位在云林的台速六青 昨天晚上八点多突然爆炸起火 红色的火蛇窜到二十几公尺高 在黑夜里看起来特别的触目惊心 更夸张的是这是六青在最近二十天之内 第二次发生火警 大火到现在都还没有熄灭 附近民众真的是吓坏了 纷纷跑到现场去抗议 云林现场苏志芬也说了重话 他说六青搞成这样 还要进行五期扩建 现在别想了 周日晚间八点十二分 正是云林县麦寮居民休息的时间 没想到突然传来轰的一声巨响 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原来是麦寮台速六青发生爆炸 远远几十公里外 就可以清楚看到凶猛烈火 把麦寮的天空染红一片 在接近场区 燃烧的火焰高达二三十公尺 相当吓人 消防车一辆又一辆开进火災 现场抢救 排出麦尔六青肠因为重油烈二厂的管线泄漏 引起火灾发生爆炸 附近农民担心辛苦养殖的农与产品受到影响 来到现场抗议一度和六青人员发生冲突 单单这个月就发生两件重大公安意外 这次火焰更是凶猛 现场苏志芬也感到现场并表示 地方政府早就不断把相关问题反映到中央 却始终没有得到善意回应 接下来台硕还想近期六青五期的扩建计划 苏志芬说不用想了 大伙从晚上一直烧到白天火师才暂时被控制 湖还是持续闷烧 不断冒出熔烟 消防队员持续噴灑 泡沫 村民也聚集到六青产区 农民手里拿着是刚从余温捞起的 燃烧残留物 担心后续烧出来的黑烟落成 可能对农与产品产生影响 要借由看议的声音将不满大声说出来 也希望这次的大伙能让各界重视到六青的危机 不要让同样的场景重复战演 记者王英雄云林报导